今天找了陸師傅來幫忙 我們先喝點心 我真的不可以說是喝茶 很多人都覺得好像一間茶餐廳 門口有個露宿姐 這個是不是露宿姐? 是的 我現在進來坐 有人在吃東西 我就不敢拍太多給你看 有個裝修就是差不多 我現在坐下 其實沒有甚麼 我進來的時候泡了一杯水 以我所知 如果你要第二杯水 你自己進去有個櫃檯 有個水機自己泡 這個就好自助 但第一杯水是給你的 如果你要喝茶 要有壺茶的話 聽說要幾元 就像茶餐廳一樣 就是一壺壺茶這樣算 現在見到煲仔飯打了交叉 其實我有一件事我真的覺得 未來之前我做過研究 我覺得點心還可以 但我未來過 我只是看餐牌而已 我見到有些 例如煲仔飯 我覺得價錢是偏高的 因為出來拍攝的尺寸 其實類似我們酒樓 我買一個煲仔飯 那些一般都是8-9元左右 甚至到你加5元左右 這個價錢定位好像偏高了 但它打到達靠茶 我看也不用看了 然後皮蛋小肉粥 7.5元 茶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每壺茶的話 我買了6元 6元 6元一壺茶 然後我們看看點心 點心今天是甚麼價錢 請問大中小點是甚麼價錢 我們現在做了公開的 大中小按小點計 好的 麻煩你 全部按小點計大中小 看看這裏這堆東西 有人說過那個芒果糯米糍糯米糍食 我見過實物 但未吃過 因為給了女士們 全都吃掉了 現在看到的點心 都是下單紙 然後會點給它吧 有人說 我很多人說 鳳爪抵食 鳳爪沒有剪斜 是整隻上的 然後有幾隻 如果5.25元這個價錢 是會叫抵食 我們先剔消消息 顯介靈預求 都是這個價錢 不過這是在做公開 何時完結 不知道 我們坐了一個窗門的位置 其實是光亮的 裏面的裝修 我就不覺得像一間酒樓 因為它有一個很大的巴桌 你會覺得是茶餐廳 那天我們吃過芒果糯米糍 金牌 香芒糯米糍 網友買來 是XL 離開8個多 8個多不值 就喜歡吃 如果當天我看到芒果糯米糍 如果是小點便是便宜 為何那麼奇怪 我們求證了 XL 芒果糯米糍 真的不是建了平價的範圍 是一個正價 看多一次餐牌 瞬拆 後面是甚麼 後面沒有東西好看 電話地址 電話地址 其實這個Parser沒有其他東西吃 除了Temperton 有一間套路之外 還有一間Skoso Bank 趁現在沒甚麼人拍攝鏡頭 座位上 外面有些位置都會鬆動 我們這個位置 因為剛才進來時 我為了擺鏡頭盛 曾經要求給我一個角色位置 因為角色位置是四人位置 四人不能給你 一定是四人才行 我們兩人就坐了 等如現在這張桌子 其實它有一個燒臘櫃 拆燒燒肉那些 但不見有貨在這裏 或者遲些會放上去 但現在看到是空的 光線裏面也算是柔和 播出一個輕微的音樂 我想你不要當它是飲茶吧 因為你其實又節省了 陸師傅 你知道 現在這杯茶就不用錢 你現在出去喝茶 你知道多少錢一個茶位嗎 兩元 兩個半 兩元就很人性化了 現在很多都兩元至兩個半是真的 兩元是屬於便宜的 現在的部長很多都沒辦法簽免茶 很多部長都沒辦法簽免茶 這樣說 現在這個運作 你會少了適應幫你倒茶壺的水 那些東西 但它點完單之後 就回回你一張紙 我們點了東西 就會類似喝茶的回來 所以它介乎於喝茶與茶餐廳之間 但如果因為你自己去泡水而節省 節省 不用多 你四個人吃點心 你可能就節省了10元茶錢 10元茶錢加小費及稅 就十多元了 我想這裏是有人節省的東西 我講完剛才門口見到老宿者 我想有人報警 有警察來到現在就跟他聊天 你到底是有甚麼問題 要幫助 因為他散到一地都是他的家當 那些三三虎虎鞋蜜 講完剛才的對話 因為跟姐姐說 我可否要角落頭那張桌 因為我們拍攝時 都希望在角落頭 我又沒有說明我來拍攝 但角落頭是四人位 如果個個像你這樣 這樣我們就很難分雲點位置 有些有客人的話 我們就用不到 我們就只有兩個人 剛才看到我們又叫這個 墨魚子抹茶脆蝦腸 賣相是挺另類的 另類的 我看到那些蝦好像是炸過的蝦仁 但是它上得很快 可不可以叫做即叫即蒸呢 我要試試溫度 因為它真的炸得很快 這個叫墨魚子吧 墨魚子 對呀 墨魚的兒子 我不可以叫它即叫即蒸 不可以由我們入丹到現在 要蒸起一個 這塊東西 還有現在我飽口的溫度 我真的不可以說它即叫即蒸 不過叫做暖暖的 裡面有層薄的皮包著那個蝦仁 蝦仁被我捆住了 你看到有個殼的 口感上是挺有趣的東西 抹茶味就感覺不到 蝦介嶺魚球有四粒 正常尺寸 蝦介嶺魚球 跟著跟著蝦介醬 這個醬呢 我不見方便可以買了 我覺得每次都是 每次都是 自己的方式 重味 這個蝦介 適合味 夠功備 我先試一顆 蝦介 先試一下 這裡點一點點 這個蝦球剛剛炸的 好熱 裡面正在出煙 外層呢 就有點脆 有點脆口 魚味出 都是好吃的 現在呢 很少了 有蝦介嶺 要求這種 提供 好的 我們發現 豉油應該淋到腸粉上 豉油壺是熱的 裏面沒有豉油 沒有留意 給我們的時候 基本上只剩那麼多 我們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下豉油 就要問他再拿過 吃了兩樣東西 其實都覺得是好吃的 不過 在這東西的溫度上 不是即造的 已經涼涼的了 後來我們還跑去 自己倒了一杯水 茶水這東西 你自己出去拿是沒問題的 即是Food Court 我們在窗後邊 因為多了個窗台 有些手機電話 手袋可以放在那裡 這個桌面就大一點 但對於坐在中間的朋友 這張桌 你多點幾碟東西就沒位置放 蝦介的醬是很有趣的 吃到最後有一股 很功備的味道 就是那份刺激 和那份濃味 未必每個人接受得到 但根據陸師傅所說 有些餐廳 這個賣到十幾元都有 即六粒 可能六粒賣到十幾元 現在這個價錢是值得吃的 嘩真是他香與故之 想不到陸師傅 我們來這裡吃東西 竟然會碰到一些熟朋友 喂 有一條魚骨 看不見多條魚骨 這段不記得了開和變生了 其實這條魚沒有什麼味 比較淡口 而且它不是香 不是脆 吃齋的朋友或是喜歡 但我對說就不行了 鳳爪也是一樣 我們不記得開機 整個鳳爪是有四隻那麼多 划算吃的 大大隻 咖喱麥魚仔 為何我買這麼普通的食材 沒錯 我們是普通人 我們不會叫太花巧的食材 我強調簡單才是難度高 麥魚仔這個尺寸都 可以了 都合格了 有沒有加些東西配置在下面 沒有 它和你硬的 有什麼東西的 這是豆泡來的 少少豆泡 一塊 即半粒 一粒 豆泡有少少 然後呢 我先嘗嘗麥魚仔 尺寸不是很大 看看味道夠濃 軟了 味道不及 上次我去新開 即是那些花好月圓 花好月圓那間 咖喱味會再濃一些 這個就淡一些 還有稀了一些 還有麥魚的口感比較軟 因為一般來說 我不知他們師傅用什麼去浸泡 尺寸 蒸上來不是很縮 你發覺你家自己買的 縮得很緊要 但這個 我覺得 質感方面有點軟 好了好了 埋單的時候 看到了 這個地址電話號碼 我們叫的全部都是優惠 去到現在 連單是29個多 未有小費 整個過程 如果你只是用 你只是用 吃的感覺來說 食物是好吃的 不要以為點心 就一定是酒樓服務 因為它有 譬如茶方面 和芥醬方面 都是大家自己去Counter拿的 但你又省了茶芥費 山大眨有茶 我覺得 都是值得吃的 你橫看 以現在的價錢 但當過了優惠期之後 Back to normal 剛才的顯介燃月球 就會是七個多了 又有另一個看法 所以我只可以說 我今時今日來到 我覺得29個多 兩個人吃了 多少個點心 有五個點心 沒有茶芥費 就算是價錢 這樣就算是價錢 就算是價錢 就算是價錢 不如問陸師傅 有甚麼感覺 進來這間 好像餐廳又大 又不是酒樓 裝修挺漂亮的 風扇燈也挺特別的 普通酒樓看不到 風扇燈也很特別的 OK 旁邊的路人甲呢 這位姐姐 我想訪問你 你幫助了幾次 你覺得這裏怎樣 腐皮卷很棒 腐皮卷 我剛才說腐皮卷沒有味 但你吃法比較特別 割開眼睛 因為我們素菜人士 會有多些限制食物 可能對她來說已經很好吃 但我又覺得淡口一點 她又有大大條 現在差不多都在Full House 我們都別阻礙別人了 我們走吧 先說再加一點點東西 剛才我去完廁所 廁所分開只有男女廁 每人每邊一格 但我去到男廁那邊 發覺那個男廁很大 可以開台麻將 很少 但在Richmond Hill 其實有些餐館 不知 那個政府有限制 即是說雙殘人士 行或行動不方便人士 一個輪椅要直接推進去 這個絕對推進去 滑滑有餘 這就是陸師傅說 三道我改那把釣線 很有趣的刺線 不用客氣 如果理解